6月7日 花边娱乐《西匹娱乐》来到了法国西斯里黑玫瑰范财之旅节目一时的现场 并出演电视剧《东东》而人际爆红的陈兴旭 今日空降上海新世界大玩百步的璀璨黑玫瑰花海 在热烈的盛典氛围中 陈兴旭不仅与粉丝们近距离亲密互动 还共同亲身体验了西斯里黑玫瑰护肤的魅力 接下来就跟着小编的镜头 看看陈兴旭的专榜都分享了哪些小秘密吧 从小就一直在拍戏 不停的上装会对护肤格外的关心吗 有没有特别的护肤小秘诀呢? 现在各种功效的护肤品种类都特别的多 自己最看重护肤品的什么功效? 第一次参加法国西斯里的活动 对这个品牌有什么印象吗? 因为我最开始了解西斯里的时候 就是那个全能力 然后会翻译也只有二次 然后开心这次受不了了参加 有没有特别钟爱的法国西斯里品牌 单品推荐给大家? 就是这次的黑玫瑰护肤 对然后推荐给大家 希望大家恭喜一期开始 今年年初通过东宫中的李琛营 获得了很多关注 今年下半年会有哪些新作品上呢? 之前没有说过 接下来最想挑战的角色是老干部 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会想挑战这样的角色呢? 也没有说是老干部 倩女幽魂是一个很经典的故事 不管是影版还是剧版 也有很多注意在前 这次参加了最新一版 倩女幽魂电影的拍摄 并且饰演硬彩稱 你觉得这个版本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拍摄过程中有哪些趣事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呃 这一次就是 因为它曾经没放过去对比 包括我怎么样 因为曾经这几个超越多种 所以就是 我们快于行 我觉得整个在于一种 概念 然后导演会 加入很多 很游户的游戏 所以我其实还是一种 一样的游户 那你飘出了有趣的是 大家看到的时候 看得到 最近在忙些什么 之后在工作上 有什么新的计划安排呢 最近还在这里拍戏 也会有些通告 也其实很久 来啊 今天又可以 发发微博 哈哈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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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